樂壇天后容Joey與劉浩龍拍拖五年 最近盛傳情變 據本部收到的可靠消息 龍二戀真是分了手 Joey與師兄在2012年公開戀情 但這段女尊男悲的關係一直以來都不被看好 Joey為了愛情甘願放低身段 而師兄為了這個天后女朋友都力爭上游 努力邊拍戲邊唱歌 可惜最終都是分手收場 據知現年37歲的Joey 過去五年與師兄雖然都有快樂的時光 但都不是太得到大家的祝福 令到一直付出時間和心機的Joey 覺得這段關係令她很累 本來身份已經很懸殊的龍兒戀 再加上一班長輩的壓力 最終都令兩個人越走越遠 而事實上 Joey與師兄分手就一早有職可尋 年初的時候兩個人最後一次合體 是現身在謝霆鋒的家 品嘗謝大廚的私房菜 但當時兩個人都貌合神來 之後Joey更加一個人飛去日本旅行 又去了英國看時裝鬍 以往整夜都陪女朋友周圍飛的師兄完全無影無蹤 而在香港兩個人都各有各玩 最近Joey更加約了蔡一志看鬍 完鬍之後還拉大隊吃宵夜 但師兄就一隻公在家吃飯看球 而據知出名孝順的Joey 知道媽媽近年的身體出現毛病 都希望全副三師照顧媽媽 所以就寧願把兒女私情放下 而師兄近年過癮兩忙 除了忙著為首次的歌唱操練之外 亦希望事業有突破性的發展 所以兩個人取得拱式下就決定和平分手 而當初兩個人爆出愛火 經常都忍不住要放閃 2015年Joey曾經在訪問中說過 結婚是為了生嬰兒 更加希望40歲就可以拉近天窗 去年甚至傳出兩個人準備抄天時 去外地結婚為媽媽沖起 只不過年底時 Joey就突然轉口風說未有結婚的打算 原來是因為兩個人一早已經秘密分手 而Joey的經理人霍文熙 對於他們分手的事 就表示藝人的私事不作回應